白化佛法 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好 今天给大家讲佛法 有的时候我们做人 比方说有人向你求法 求法就是问你一些佛法的问题 你知道了不跟别人去解释 问你佛法的一些理论 你如果不去解释的话 就是犯戒 大家听懂了吗 所以你知道多少 人家问你多少 你要跟他讲的 不讲就是犯戒 随伏人境界跟人家不一样 他因为是有境界的 他因为是守戒了 守戒就是说不能随便发脾气 如果一个人随便发脾气的话 也是破戒 没想到吧 想想我发脾气总没关系吗 半戒的 明白吗 你们去看看发脾气到最后没几个好结果的 男人发脾气 老婆一天可以不理你 或者甚至一个礼拜 女人发脾气 老公就往外跑 这个都是不好的 都是属于守戒范围当中的 那么一个人 为什么说发脾气属于犯戒呢 因为他是属于称恨 为什么呢 你一恨你才会发脾气 发脾气这个形式 虽然不是太重要 但是你恨了 那么贪称痴 第二个什么字啊 称呀 听懂了吗 其实一个人 把世界上一切看得太真了 他就会生气了 就恨了 你看这个称字 左边一个眼睛目 右边一个真 你把这个世界一切看得都真的了 你就会心不平啊 我难受啊 为什么这样啊 你就会慢慢的慢慢的发出很多病来 就是你把这个世界看得太真了 所以就称了 所以一个人称心意气 那么因就产生了 你一恨 你的因就产生了 因为有了称恨的因 你就会接下了恶缘 你说你跟谁 随便发一个脾气 发完之后 你说叫人家不要记你 可能吗 对不起对不起 我刚开个玩笑 他会记的 现在人不会不记的 你这个因种下去了 你接下来不一定 哪一件事情 他就裹出来了 所以接下了恶缘啊 师父跟你们讲了严格点 你叫别人去骂人 也是叫说别人去称恨心 你今天说这个人真讨厌啊 真的我是真的看见他 看都不要看 你明明知道这个人脾气很大了 你跟他说这个人真的很讨厌 他就站起来跳起去骂他了 你叫说他去犯称恨心 那你也有罪 所以别人向人认错 比方说 有的人跟你说我认错 我认错 你不接受他的道歉 你如果不接受他的道歉 你又在自己内心在犯戒 这个犯什么戒啊 贪戒 为什么 不够呀 他跟你赔一道歉 你觉得不够啊 我要你更多 不叫贪啊 因为这会让你的慈悲心 和一种柔软心 我们说的就是慈悲心的另外一种 对人接物的柔软心 你会失去了 所以很多人称恨心越重 慈悲心越少 时间长了 这种人就是没救了 有一种佛法界里面 有一个叫诽谤三宝戒 说佛不好 你是诽谤佛 你说法不好 佛法不好 你就诽谤佛法 人家在说佛法不好 你不能在边上起哄 在边上讲 你犯戒了 不要假 不管人家信什么教 要记住了 还有一个 就是不能讲法师 不好 他出了家了 他有愿力的 他是佛的孩子 为什么法师前面都有个诗字啊 法师姓什么 所以姓是释迦牟尼佛的孩子呀 我们不能去诽谤三宝的 所以要懂得 不能诽谤 学佛的一切 有情众生 就是说 我们这么多学佛人在一起 我们相互不能诽谤的 这个人在学佛 你去讲他 你去诽谤他干嘛 诽谤的意思就是 不是真实的东西 你看看 诽谤的匪字怎么写的 一个言字边旁 就是语言当中 讲的不是真话 非就是非真话 就是匪 所以告诉你们 不要去讲学佛人不好 你经常去讲学佛人不好 他老跪在菩萨面前 他说自己冤枉冤枉 比方说这个人 一直在菩萨面前讲啊讲啊 虽然他讲别人 他也有报应 但是你可能先报 因为你一告 在菩萨面前一哭一告 护法生就会去查他的情况 你们不懂得这些东西 所以师父叫你们不要乱来 佛菩萨 实际上是一种内在的智慧觉悟 你们记住了 任何一个人学佛成功的人 内在的觉悟最重要 内在觉悟是不跟人家争啊 不去诽谤人家 不去跟人家闹啊 什么都平平安安啊 智慧觉悟 能觉悟原来的本性 我们小的时候会跟人家争 会嫉妒别人 稍微大一点才会嫉妒呀 因为小的时候都是天真无邪的呀 那么你如果经常能觉悟自己 我良心很好 我这个人良心很好 那你就是拥有清净的莲花 你们记住了 像莲花都是清净的 你们一个孩子坐在下面 安安静静像一朵莲花 你说一个人站在那里 站没站像 坐没坐像 一会晃来晃去 头晃来晃去 生动来动去 这种人像莲花 所以稳如泰山 平平安安 就是清净心 他才不受五着恶事的污染 现在这个世界上五着恶事 大家听得懂吗 才能从精神上得到解脱 有本事呢 不要想不开 你就是精神上得解脱 你说你这个人再能干 你今天还苦恼 脸笑不出来 什么事情放不下 你就是没解脱 无忧 无烦恼 你这个人不忧虑 哪来的烦恼 若能当下开悟 你现在马上就觉悟了 想通了 自己想通了 那你现在 就是在你的心中佛国 在佛的国家里面 你看看很多人 不烦恼的人 在家里 安安静静 做做这个 做做那个 很开心 他心中有佛啊 他就像在佛国里面一样 离一切众生相 既为净土 你如果离开一切众生相 你就是在净土当中 众生相是什么 看到人家有钱的 点头哈腰的 看见人家老了 唾弃人家 看见人家好看的 马上眼睛瞪得很大 看见人家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众生相 所以你看着每个人 像不一样 你的心就开始变了 你有本事 看见什么样的人 你都如如不动 你今天再有钱的人 走进来 如如不动 看见人家好看